中共近期对私人企业做出一系列严厉监管措施进行整肃和打压的行动以及急推共同富裕的政策令社会恐慌 中共高官刘鹤星期一9月6日强调当局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未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6日在河北石家庄开幕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鹤以视讯方式致辞 刘鹤在致辞中强调必须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其在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刘鹤表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决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从去年中共向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以来 中国监管机构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的控制 针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调查明目越来越多 从反垄断调查到数据安全调查再到各种合规调查 被调查对象和范围也快速扩大 不仅涉及网络还波及到外卖出租汽车教培等 一众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滴滴百度 以及各种证券公司等都受到调查和处罚 中共当局对范围广泛的私人经济领域的整肃 令大批新创及老牌公司的生存环境变得不确定 令投资者不安 今年8月17日中共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身兼该机构主任的习近平提出 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一次分配是工资 二次分配是税收 三次分配是社会捐赠 观察人士表示 中共这次高调把社会捐赠列为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手段 暗示中共将会通过道德胁迫向富人施加压力 以达到均贫富的目标 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被一些人认为是对邓小平提出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一个重大修正 也是中共经济改革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 从较为放任的经济增长时期转向中共对经济有更多控制 习近平的这一修正在中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可能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 政策取向更为保守时代的到来 面对中共急推从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 转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所引发的巨大社会震动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韩文秀 8月26日在记者会上澄清明确表示 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杀富济贫 企业慈善捐赠属于市场收入分配和政府调节分配外的第三次分配 在自愿基础上 中国不搞杀富济贫 不过8月29日毛泽携手李光满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的文章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 这篇杀气腾腾的文革2.0习文在同一天立即得到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 中国军网 环球网等数十家中共党媒集体转发 引起网民担心运动要来了 李光满的充满文革一封的大字报式文章列举官方整治饭圈 处罚一人正爽头逃税下架封杀赵薇和高小松蚂蚁上市被叫停阿里被罚182亿元和滴滴出行被查中央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等号召治理一切文化乱象 治理教育高房价等乱象打击资本市场上大资本操纵称中国从经济金融文化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革命 阻挡这场变革的将被抛弃 文章引发社会轩然大波认为中共是在为发动一场新闻阁制造舆论 被中共党媒力捧的李光满还专门写了一篇自我吹捧的文章 称各大央媒集中统一刊发一篇来自公众号自媒体的文章十分罕见 显然是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网信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 由此形成了非常强势的宣传效应 该文9月3日被删除 不过曾跟着转发李光满文章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 一项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9月2日突发文唱反调 称李光满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 是严重的误判和误导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长期从事中共新闻工作的人说 只有在中共高层宣传部门的同意下 才可能让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主要国家媒体网站转发同一篇文章 以往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像李光满这样的毛派文章并不罕见 但通常都被限制在边缘地带 报道表示胡锡进与李光满的两篇文章其实都在拥护中共的共同富裕 至于分歧 两篇文章的不同仅限于语言中的革命言词 胡锡进也没有提出对中共打压行业的任何意义 还有分析表示 胡锡进这位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起手 突然跳出来跟党媒官媒唱反调 可能是在授意下灭这场对文革2.0社会讨论的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